腔腔三人行 马爷来了 马爷现在的人生境界比较云淡风轻了 我发现接近四大街空 人家的收藏都捐给社会了 这家伙 但是您还得惦记惦记我们的马爷 我们还得讨论一下怎么东西能升值 最近您听说了吗 这个投资该往哪投啊 楼市是不靠谱了 股市也靠不住了 全奔你们这行当去了 奔衣术品来了 大批资金 而且徐老师你要说是上海人最精明 我跟你说再精明你能想到 最近我请马爷想想想想聊聊这事啊 聊聊这个疯狂的石头 你见过什么东西 六年间六年的时间升值一万倍 一种石头 六年前这种石头几毛钱一斤 现在就得几万块钱一斤 就是升值一万倍 一斤一斤算的 他有的好的是按分量算的 因为他他总有个标准嘛 你说我这个儿大 他说不够大 那咱们上乘腰嘛 你说这个上海你讲世博会 现在是这个世博会变成肉博会了吧 但是昆明还有一个叫石博会 7月14号最新的新闻石博会上一块叫做黄龙玉 黄龙玉杂料啊 卖了九千多万 哎 马老师我先请你给我们审美一下 建建建建建定宝 瞧见没有 这就是这种疯狂的 您您看这 黄龙玉 您求是这玉怎么样 您也是玩玉的 我觉得这玉直观上一般 怎么叫一般呢 玉的一个最大的特性是温润 它不是要求它过于强烈 我们几千年的玉文化 它传达的是玉的一个温润的特征 所以呢 从某种意义上 翡翠就不够温润 哎呦 但是您聊的可跟这个云南那个观赏石协会的聊的不一样 它有利益 有利益 把什么都捐了就敢说真话了 我跟你说六年多前呢 它不叫玉 它叫石头 在这个叫云南 我们看我查查 这个在云南的一个县 龙岭 在苏帕河两岸 你知道现在啊 就跟美国当年淘秦时代一样 挖的个底朝天 都在去挖 但是呢 说六年多前呢 会不会有人听着节目以后又去挖的 挖完了 有啊 已经开完了 我跟你说那现在一亩地两百万 你买一亩地就在那挖呀 一亩地已经两百万了 谁便能挖的出来 不是你不知道挖不挖的出来呀 那么你的当地这个农民你跟你跟他说啊 他能跟你讲什么呢 说挖呀找地挖呀 咱们要不出点大钱呢 把这条公路买了 就这路面底下没挖过了 挖完了再给他修复 就就能挖到这么一个程度 因为啊 原来说广西贺州有一种东西啊 叫黄蜡石 其实呢 据说这种玩意儿啊 这个苏帕河两岸的这种玩意儿啊 说这玩意儿啊 比比翡翠要温润 比这个何天玉品质也更高 甚至是 而且说中国人喜欢红黄这种颜色 所以正式定名为黄龙玉 就是定名黄龙玉呢 就是说黄就是黄色的 龙就是这是我们龙令县出来的 然后说这是玉 有人说他就是黄老师 但是也有人说呢 说他不是一般的黄老师 他是玉化程度比较高的黄老师 所以马老师我要请教您了 到底什么叫玉 咱就闹不清 只有中国人玩玉 对 玉文化是中国独有的一支文化 就是西方各国都没有 科学来讲玉是什么 玉科学上还真的很难讲 胃酸盐嘛 二氧化龟 不是 是这样啊 这个玉呢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他就有一个定义 叫美食为玉 这不是我们说的 是老祖宗就说了 漂亮的石头 漂亮的石头就为玉了 是是 对吧 科学上呢 他比如叫透闪石 那这种你跟老百姓说这个是没有用 你再说他上面含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物质 这些对老百姓都没有用 只是以肉眼观 这个东西的美的程度达到哪一级文学上的描写 我刚才 这是个审美的定义吗 玉就是审美的定义 他没有一个可以化验的 地质部没法确定 没有没法确认 是 没法确认 我们作家协会决定 所以啊 你比如说我们一般老百姓都说这个这个玉是指和田玉 就是白玉 对吧 你说脆就是翡翠 但是在这个一般的书记专业书记里脆算硬玉 也是 白玉算软玉 他只是硬度不同 那您对把这种东西叫成玉有意见吗 没有问题 什么都可以叫 什么都可以 对你叫成玉是你的自我的感受 这是一个文学社会学的感受 不是一个科学的定义 所以你叫成玉没有问题 所以天安门的华表就是玉 汉白玉 汉白玉是石头的典型的石头吗 哎 这事就我们更糊涂了 那他到底是值这么多钱还是不值这么多钱呢 那他我觉得这个这个叫黄龙玉 黄龙玉还是名字我还不是很熟 黄龙玉这名字起的不怎么样 对啊 名字起的确实不好 为什么呢 呃就是你看啊 我们先讲中文熟知的名字啊 和田玉他就是地名 对 我们过去重要的一些物产都是地名 哈密瓜哈密 他这龙也是龙陵县的地名啊 龙陵县 对他叫龙陵 龙陵县吗 龙陵县都好 他是黄色的 黄是那他不一定是黄 他有红的 还有淡淡如白的也有 所以他他是定名的时候呢 我想黄可能他考虑的颜色 或者炎黄子孙 龙 他是一个人为凑的一个名字 还有个政治意识形态 这名字非常的就我觉得非常不舒服 就包括念起来声音都不舒服 你看翡翠翠翠翠翠是一个鸟名 是借用的 翡是一种鸟翠是一种鸟翠鸟我们都见过吗 这个绿绿的嘛 翡翠翠的翠不就绿的吗 翡是红的嘛 他是两类鸟 然后借用 这个呢是升起这么一个名字 我觉得他好像觉得是把这个要素都递了出来 但我升我就反而觉得这些要素显得很很很露骨 不但是升起这么一名字 他这价钱可也是升台呀 你知道现在就没谱了 有一个包括是据称是玩黄龙玉的行家 在这次这个时播会上 他讲有一个卖家拿一块这个黄龙玉 他说我开价一万 对方叫价是九万 他说我就不要了 我身边一个人冲一把抢过来 九万我要了 所以他说现在这黄龙玉是一个疯子要卖 一个疯子要买 还有一群疯子在等待 这么个局势 但是他就炒作 但没有一些专家的学术的 就是说比较权威的机构来鉴定的吗 我这也不懂了 科学上不能做出这个鉴定 因为他其实这个东西好坏 其实还是可以鉴定的 我们说的鉴定只能是从社会学和文学的角度 欲为什么让中国人喜欢 首先是他的 我认为首先白玉是他的硬度适中 什么叫硬度适中呢 就是他既可以雕刻 他又易保存 如果很容易雕刻 石膏容易雕刻 他不易保存 那就不好 你看他这说的 他的模式硬度 咱都不懂这个 模式硬度 这种黄龙玉是6.5到7 跟翡翠相当 比何田玉稍高 就是说比何田玉稍硬 然后从时间上看 何田玉出生有7000多年 翡翠出生有300多年 他呢只有6年 新生代 新生代的这个 新世纪的产物 新世纪的产物 他说的出生的概念 就定名了 对 我得纠正一下 就是他说的出生呢 是指人类利用这个石头的时间 有7000年了 卖钱 人类利用翡翠有300年了 人类利用他才6年 是这个意思 是利用 不是他出生 出生的 石头出生的都上亿年了 那是 徐老师对这个炒家的市场了解吗 不了解 我今天是纯粹做学生 你别指望我说是吗 不是按说 我想想找到一点爆发的经验 什么叫爆发的经验 你要把出生的6年前弄两块 不就完了 现在好多人肠子都毁清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 有个人说说 6年前300块钱 买了这么几斤料 这个黄龙玉 打了几个手镯子 一个200块钱卖给一朋友 一个算是卖的当时的市价 卖了7000块钱 他说现在10万块钱一对 他就想买 买回来就是这个黄龙玉 但是这么贵 生的这么快 会不会过些年 人家又说他这个 不值这么多钱 很可能看他的将来的开采量 还看他的社会的支撑点 因为社会的支撑点 不是靠商人能够支撑住的 商人只能支撑一段时期 大家炒作在物传当中 在鼓动当中 可以把价钱鼓上去 鼓动上去以后 那剩下就是社会的力量 第一 你是不是能获得艺术上的确认 艺术上的确认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得有很多人去说 他有什么长处 白玉 就我们说的何天玉 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 绝不是我们一代人能说起来的 对 他需要历史的积淀 对 从我们知道的 从何时必开始 对不对 价值连城 那也是何天玉 对不对 那么从这个 这个 整个中国的这个 玉文化这条脉络 就我没有 没有间断过 我们知道 当时的康乾盛世 乾隆时期 大量的做 宫廷的摆建 到今天 每个人都知道 君子无故 玉不去身 弄个小玩意拿来 给你看看 这些文化是深入人心的 当你新造出来一个 你能不能深入人心 是一个问题 他考证出来了 说曹操曾经送给小乔一个 黄龙玉 对啊 是吗 有这一生吗 快了快了 六年之内这样的故事 还不能造吗 可这 他说这个 我真学会了 林志玲 这喜欢的不得了 这个玉啊 看来要不说是中国人玩啊 他确实附着着东方文化当中 很神秘的东西 你看 分不清主观和客观 分不清这个 你得有这个多少年历史 多少年审美 多少年 在他上面 就用李泽厚的说法 就美学积淀 这里是一种人类 集体无意识的积淀在里面 咱们现在是金钱积淀 所以他黄了嘛 黄金万两 而且还是龙的传人 对 枪枪三元形 广告之后见 逗你玩 算你狠 辣翻天 玉米风 你知道现在都是炒作词 你懂吗 这个 逗你玩 就是绿豆 逗你玩 算你狠 就是大蒜 还有辣翻天 就是爆炒辣椒 现在已经证明 就是几个吵架 再这么弄 你知道 我给你举一例子 他们就说这个君子兰 马先生熟了 说我看一资料 说两三年前 一盆名种的君子兰 可以买一栋别墅 可现在同样的一盆 一千块钱 所以他们有人提出 这么一个规律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认可 就是说 凡是这种价钱 短期内爆炒起来的 他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就是说他不能一直维持 那肯定的 他跟 我想跟庄家一样 你长得快的都会倒伏 反而不接子 你反而长得快的 最后都不接子 他就很快就倒伏了 现在这人为炒作 他必须具备一个前提 就是一个可控量 你要炒作任何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第一 它要有一定的数量 能被社会接纳 你比如绿豆 对不对 它都没人炒大米去 大米量太大了 炒不动 所以这个量是可控量 就这些人冲进去 觉得这个局势是可以控制住的 那么他就可以炒 你看他炒的都是左辆 你看大蒜辣椒 都是这花椒也可能能炒 对不对 但是有的炒 大白菜就没人炒了 为什么第一 储存也费劲 他妈量也大 他没法炒 大的钱 炒起来 所以你看他炒的时候 一定要控制这个范围 你能看出来他要炒什么 你看这黄龙玉 就是他有一定的量 而且啊 这个炒起来之后 我跟你讲 就是说出人命啊 现在龙陵县 为了这个黄龙玉啊 已经有十几个人 不是死就是残 前不就刚一个嘛 就是雇了一帮工人 就给他挖这玉 挖挖挖挖挖挖 中午吃饭去了 挖着一块露头的 他看着像 那么工人吃饭去了 他自己一个人 在那想没人看见 自己一个人接着挖 两边岩石给塌了 饿着肚子就给砸死在里边 那这个当地政府 应该很开心了 那是啊 那是啊 就是整个这个地方的经济 会被带动 不会不会 当地政府一定会很挠头 他开心就是一段的时间 因为这个钱 他不会留到他手里去 炒家的钱不会在他县里 为什么 可是他第一手的干活的人 一定拿不到大钱 包括当年的新疆核权益都是这样 但是你先委书记这个进水楼台 总归有人会送他一些 有一点二十块 家里厨房里放一点 那边突然这块就值钱 我都怀疑 豆温涛你为什么做这期节目 你是不是也有一块 没错 昨天人送我一块 不是 我跟你说 人送我一块 最近玩玉的很多 不光是黄龙玉 你知道云南那边就是翡翠 就是那边缅甸过来的翡翠 近几年也翻涨了上千倍 那天有人拿给我一个兔子 说我现在做这个 我送你一个 你一定在手里留好了 他说这比翡翠还牛 说这叫粉翠 说翡翠 这是翡翠 这翠里边的 我听以为粉翠了 翠里边的最高品 说你看它不是绿的 它是粉色的 他叫马上这个 桃花玉 这个玉石呈现各种颜色 是很很正常的 就是它因为它的金属含量 不一样的时候 它就会呈现各种颜色 它的这个地质的情况 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所以古代呢 能够让中国人接受的呢 这个玉呢 手推是白色 对不对 这个很容易让人喜欢 刚才我们就讲 为什么手里要钻一个 古代的人啊 他对这个世界 对宇宙知道的很少 对天体什么都不知道 一打个雷 一个闪电的人就死了 就害怕 所以手里 你紧张手里一定要钻个东西 对 钻一个石头 那你钻一个 就不能钻一个扎手的 钻一个圆润的 哎 他就开始了这个文化 我认识一个作家叫钟灵 现在静辉大学做文学院长的 他就是一辈子喜欢玉 也写了书 我在他身上 我就看到玉的那个功能 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寄托啊 就是说在他看来 就是他真的是美学的 我相信他主要不是价值的 你那个都不新鲜 新鲜的是什么呢 我要有时候做足底啊 那小姐给我做足底熟了吗 就说马先生说呢 今儿不好意思 我这有块玉 你帮我看看 然后我就愣了 对对对对 说我说你哪来的 说我买的 然后我就 我就真的是愣了 我说你花多少钱 他说我花了两千多块钱 我说哪买的 他说潘家元 因为他挣钱不容易 对吧 这个前提在这呢 他花两千多块钱 我认为对他是很大的钱 那当然 然后他去买一块玉 他没有目的 他就是喜欢 那可见这个玉文化 多么深入人心 有多大的诱导 这是文化的前提 所以导致你可以炒作 就很容易让人相信 然后你就起一个黄龙玉 是吧 还没有一定的科学标准 然后你要对 然后你又没什么对与错 你今天说去打假 说你卖我这不是黄龙玉 这黄龙玉是什么 本身都说不定 决定他的价值的 按我们学术的说法 就一个诠释群体 就是有一批人有解释权的群体 而这个群体 比方说各种各样文物 我每次看这些文物的节目 我都在想 这些像你们这些内行 不就钻死了吗 对不对 比方说我有这些东西 就凭您一说 他从一万变成了一百万了 那我不贿赂您吗 那你 很难一说就给说成一百万 他要能说成一百万 一定要有其他的支点 来解释这件事 你像这个玉 这个玉 你今天你看 它暴涨长得那么快 它实际上跟文化 还没太大关系 为什么呢 它跟绿豆是一样的 它是个原材料 对 对不对 材料 对 它是个料 那么 你必须要把它做成一个艺术品 你才能看出这个艺术是不是值钱 但不幸的是 我们今天大家 这个全社会都比较初级 都愿意在原材料上 来做事 这简单嘛 挖煤一样 对对对 你说这个 你说他这个 这个原材料到什么程度 现在那个河两边挖呀 互相还买 听说对面挖出一个石头的头 这边就过去 你知道吗 是堵 堵下边的是不是玉 堵下边是不是黄龙玉 说一看见头有这么一点 好像矿卖 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那边不卖 接着挖 接着挖漏的多了一点 四万块钱 卖不卖 哎呦 还不卖 还不挖 可能就最到最后 甚至像咱们咱们刚才看那种 里头像松花蛋一样 叫做草花 里头有一种草花 但是你知道吗 这种石头 它的原材代表 可能是石头 你看不出来 现在那儿 龙靖县那地方 石博会上都有赌博游戏 就赌 咱这赌打开了以后 里头是不是草花 这如果是草花 一万块钱就变几十万 这成赌了 你想 有点赌石色彩 明兰那边吧 它本身挨着缅甸进 缅甸的翡翠文化 本身就是个赌石文化 它跟白玉不一样 过去和田还很少有这种 哎呦 咱去一下广告 咱辞职都去那边吧 没错没错 墙墙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马先生 现在故事多了 我再请您鉴定一个 您看这照片 大明 不是 这位现在有名了 网上 这位你看 叫做元宝哥 这是元宝哥 街头流浪人员 元宝哥献了一个宝 你看下边 大明元宝 马老师笑 真的假的 元宝是元朝的 这元朝的宝贝 简称 你怎么大明哪 大明元宝 他还有青春秀 现在新三国里不是有被堂撕的吗 我跟你讲 秀老师 这是一个怎么个段子 基本就是这段子 在可能是济南吧 全城 全城广场 全城广场 这个流浪乞讨人员 他整天 他你看他腿有点残疾的 他就在那躺着 有一个人 莫名其妙 有台湾人 隔不了的十天半个月 就请他吃饭 不仅请他吃饭 请附近的乞丐 都到一个酒楼吃饭 请吃了好 好长时间的饭 到后来呢 有一天 问他的这个过往 听起来就身世挺可怜 给了他一千块钱 走的时候呢 落下了一个红布兜 这个红布兜啊 这个元宝哥一打开一看 就是这个大明元宝 然后这个元宝哥一想 说这个台湾人啊 对我们这么样的好 无意之中失落了他这只宝贝 所以就演绎了一出动人的故事 就是元宝哥在这儿啊 这个临风雨晒啊 日风雨无阻 等着这个台湾人 守租在兔 等着台湾人回来 取他的这个失落的元宝 这是他说的 是他自己说的是吧 不仅他自己说的 还有多人打电话爆料 但是后来记者发现 因为那个报社啊 爆料的人 报社会给你钱的 最后发现领钱的 都是一个王先生 都是同一人 但是最近王先生又出来发表声明 说我绝不是托啊 我是真的听说了这个感人的故事 我才怎么能爆料 然后这个台湾人呢 就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最后就有人好事者 专门就把这元宝 拿给这个文物专家鉴定 针扎鉴定说 这是最近做的 最近做的 不是曹操摸里出来的 不是 你说这个我知道 马先生那边听说的故事可多了 就是这种做局啊 最近就看出中国人这聪明 这不算什么 这很拙劣的做局 这个做局的比这复杂的多得多 您您说什么做局的 您觉得出奇的 过去过去这个古董行的做局 他都有设计的漫长 很漫长 很漫长 不会说很短暂的拿个东西来骗你 很难骗 他首先要消除你所有的疑虑 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收茶杯的收藏家 我知道你要收茶杯 但是呢 比如我想拿一茶杯蒙你来 但我肯定不能拿着茶杯来 然后我就拿着这茶壶 说这有一茶壶你看不看 你可能说那没事也看看 我就抱着大包小包上你们家去了 然后我一打开打开 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 最后拿出来 一拿出来又说错了 这不是茶杯这茶壶 茶杯不是我要给你拿的那把 茶壶这我得拿走 你问不行 这给我搁这 对吧 因为他知道你想什么 他不一定跟你说 他误打误撞的把这东西拿到你跟前来了 你当时你 人家从头到尾没跟你说过茶杯的事 人家说的都是茶壶的事 你也不会 或者是你到他家里折腾了半天 突然角落里看见一层的网友 但是现在呢 我们整个社会的节奏变快了 所以什么东西连骗局的速度也加快了 连炒作的 你看最近东周刊 说我们中国人现在是急之国 速度 那就是速度快 什么 就是 着急的急 就什么东西现在都速度快 小孩读书 毕业 赚钱 爆发 35岁 找男朋友跑上去说 我35岁就要把我的企业卖了 40岁还用 要这么快钱 所以现在也太潮 所以现在潮也快潮 应应也成长 他们说有几位势力雄强的大庄家 就能把这玩意儿抄成 就能明白 给一个车 还不费 还在聂在